就只有Sigma 可以超越Sigma 之前在Sigma鏡頭發表會的時候 有遇到Sigma的CEO 那聽他講說 為什麼他們可以做出這種 很特殊規格的鏡頭 然後沒有其他廠商有做的規格 那就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Sigma CEO非常有好奇心 然後他想要突破一些東西 像是他們都是覺得 欸為什麼做不出來 可能一個1000mm然後F2.8 為什麼做不出來 然後他才去問工程師說 這可不可行 所以他們是先覺得 欸為什麼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想要突破一些東西 才去生產那些東西 那因為有這些精神 才會有桌上這一支 神奇的14mm 1.8鏡頭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所以盒子裡面有一些保證卡跟說明書 然後有一條背帶跟鏡頭收納袋 OK這就是我們的14mm 1.8 超廣角超大光圈鏡頭 那第一個發現就是它的鏡頭蓋 是這樣子拔起來的 它沒有任何的卡榫之類的 它就是一個靠摩擦力給它蓋上去而已 這支鏡頭的重量集中在它的前半段 那靠近機身這裡我覺得算是還滿輕的 就全部都集中在前半段 可能就是因為這很大一片的鏡片關係吧 然後這顆鏡頭的遮光罩是無法拆下來的 它是固定在上面的 它的手動對焦環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它的摩擦力還滿強的 而且會發出一些 轉動的神靈 就摩擦力很強 然後有一點噪音 這支鏡頭的鏡頭接口跟它的後半段 跟它的對焦環是金屬的 那其他部分都是塑膠了 好那差不多就這樣子 那我們就直接到相機來看看吧 馬上發現的問題 就是它的自動對焦距離稍微有一點點的遠 那最近對焦距離是27公分 所以你在拍攝很靠近的時候 常常會發現 欸我太靠近了 然後需要再遠一點才可以拍攝 對於一支超廣角的鏡頭而言 這就是一點限制 然後我又發現它的自動對焦會發出一個非常高頻 非常尖銳的聲音 聽起來不是非常舒服 我覺得它的對焦速度算快 但不是最快的那一種 就如果你從這裡 然後對到比較遠的地方的話 那它就會稍微等它一下 但是如果你在同一個焦點附近這樣子 兩個東西這樣子來回切換 那它就是爆炸塊 就是馬上就可以對到 這支鏡頭在光圈全開1.8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非常銳利了 但是跟自己的Art系列比起來 我覺得稍微柔和了一點點 可能在所有幾集光圈會更銳利一些 但是我覺得它的紙邊現象 紙邊的抑制非常厲害 使用心得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就你可以很輕鬆的 用1.8超大光圈拍到你平常 根本拍攝不到的東西 14mm 1.8欸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深入測試一下 它的光學品質 關於它的銳利度啊 暗角啊 紙邊現象啊 炫光抑制等等 我們全部都會做完整的測試 那我們就直接來測試吧 那我們14mm在光圈全開1.8的時候 中間的影像非常非常的銳利 但是邊緣的影像有一點點的柔和 而且我發現在光圈1.8的時候 我們的影像會有綠色的色偏 那我們只需要把光圈縮到F2 我們就可以解決這個綠色色偏的問題 那我們在影像的邊緣 也可以看到一點點的紙邊現象發生 但是很神奇的是 我們沒有辦法藉由縮光圈 來解決這個紙邊色散的問題 它永遠都在那裡 那影像邊緣的部分 還有另外一種色散 就是我們的Spherical Aberration 會讓影像看起來朦朧的色散 那Spherical Aberration這種色散 我們可以藉由縮光圈縮到F4左右 我們就完全的解決了這個問題 那我們的影像品質可以藉由縮光圈慢慢的提升 那我覺得最棒的影像品質範圍是在F4到F9之間 如果你縮光圈小於F14的話 你的影像品質就會銳減 但是這一支鏡頭的最小光圈只有在F16而已 所以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測試一下我們的鏡頭炫光效果 背景虛化效果 對焦呼吸現象 影像變形跟星芒效果等等的測試 整體來說這一支F14 1.8 中間影像都是非常銳利的 但是邊緣的影像不管光圈怎麼縮 它的影像品質都還是有點柔和 OK 做我們今天的SIGMA 14mmF 1.8的快速開箱跟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用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Wo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